理想和现实到底能有多大差距 这位世界顶级杀手原本计划的好好的 为了活周目标人物 他绕开众多警察和记者 来到对面楼洞的阳台 利用橡胶子弹精准命中目标的脑袋 紧接着一发抛绳枪定向墙壁 杀手纵身一跃 顺着绳索抵达目标的家里 趁着对方熟视的像个孩子 他一把抱起目标 再用事先准备好的登山扣 带着对方快速逃离现场 可现实情况却是 杀手刚刚抵达对面天台 目标竟然被人活活捅死了 他不得不向金主汇报 委托任务被迫终止 这位杀手的代号为微笑先生 平常没事时 总是露出人畜无害的笑容 可真正动起手来 简直比地狱的恶魔还可怕 这次他特意从海外来到韩国 正是因为接到一个高额悬赏任务 金主要求他活周一号和二号人物 并带走两人身上的所有储存设备 来到现场踩点后 才发现一号目标的住处 被警方和记者围得水泄不通 所以才制定了之前的飞跃楼洞行动 可惜计划赶不上变化 他只能转而去找二号目标人物下手 案市长快要被自己的秘书气疯了 之前他出面跟老金接洽合作 回来后信誓旦旦地表示一切OK 结果市长却被老金狠狠摆了一道 可这还不是最可气的 市长让秘书找一位职业杀手 务必活捉老金和他的律师 顺带将那份录音拿到手 却不想秘书请个杀手 竟然花了十亿元 感情这些钱不是他自己掏腰包的 而且现在连人都没见到 就必须支付五亿的预付款 案市长恨不得一把掐死秘书 万一遇到骗子怎么办 后者只能再三保证 那位杀手的信誉非常好 而且出任务从来没有失败过 另一边的刑警仲旨 还在一刻不停地寻找被绑架的女儿 突然巡警小白打来电话 他女儿的手机刚刚开机了 位置就在盛在洞的山路上 仲旨激动地差点跳起来 正准备赶过去时 却被组长叫住了身形 刚刚接到消息老金被人刺杀了 所有人必须赶过去 仲旨急得直跳脚 只能打电话让小白帮忙去胜 在洞寻找女儿 千丁万主他只是探查情况 自己很快就会赶来支援 而仲旨自己则要先行赶往医院 之前老金虽然伸中疏刀 但是并没有当场死亡 此时正在手术室紧急抢救 老金的律师匆匆赶往医院 应付完大批记者后 他还得被看守的警察搜身 脱离了危险期 果然是祸害一千年 与此同时 巡警小白顺着手机定位 已经来到圣在洞附近 这座山并不大 进出只有一条小路 只是荒废许久被官方关闭了 小白顺着山路 很快找到一处破旧的厂房 被绑的种植女儿 很有可能就藏在这里 此时的他早已忘了种植的叮嘱 举着枪孤身走进厂房内 前后转了一圈 很快便在一处房间 找到了被绑的女孩 他正准备打电话通知种植 却不想背后袭来一惊闷棍 袭击者正是躲在暗处的绑匪一畅才 而另一边的种植刚刚抵达医院 他就急不可耐地打电话给小白 却不想电话那头传来一畅才的声音 对方警告种植那位女警已经死了 如果再玩什么花样 他就立刻杀掉绑来的女孩 种植吓得腿都软了 最终答应对方会把老金带来换走女儿 而此时的李律师 意气风发地巡视完自己的项目工地 谁知回到家里时 却被黑洞洞的枪口抵住后背 微笑杀手竟然找上门来了 只见他满脸坏笑地掏出老金照片 询问这个男人在哪个病房 律师毫无节操地说出答案 杀手满意地点点头 随手扔出皮包 让他把手机录音笔等 所有带储存卡的设备交出来 确认李律师没有耍花样 杀手直接掏出毛巾将他迷晕 没过多久 他被一袭白衣地出现在医院大厅 无比巧合的是 此时的种植正准备去掳走老金 他以轮值为由将看守的警卫全部骗走 退门走进病房时 熟睡的老金突然醒了 种植只能掏出手枪威胁 而此时的杀手已经来到病房外 他在过道上安装了好几个烟雾器 接着便走进了老金的病房 杀手的反应奇快无比 种植刚想出招就被劈晕在地板 当他背着老金走出病房 烟雾器恰好喷出滚滚浓烟 消防系统也随之启动 整个过道顿时乱作一团 谁都顾不上背着老金的杀手 病房里的种植被水淋醒后 连忙呼叫同事拦住杰匪 可微小杀手早就规划好路径 此时已经来到了地下车库 看到有警车追来 他不慌不忙地抛下铁钉 连续几个转弯 杀手很快冲出车库 一帮警察只能望着车尾叹气 唯一的办法就是调取道路监控了 确认杰匪进了服务站就再也没出来 组长带着种植连忙开车前往 最终在服务区的后山找到了杰匪的车辆 这显然是对方故意抛弃在这里的 抱着侥幸的心理 组长安排大量警员在周边搜查 顺带让种植去附近的公路转转 两人却不知此时的微笑杀手 早就将两个目标人物带到了郊区别墅内 经主安市长带着秘书匆匆赶来 这里是双方事先约定好的交易地点 看到老金和李律师 安市长立刻没开眼笑 直言时一赏金花的值 秘书匆匆跑过去翻查皮包 安市长的录音也在里面 这下他总算放下心来 询问李律师还有没有备份 后者拼命摇头 大骂自己有眼无珠 不该帮老金对付市长大人 市长兴奋的拍掌叫好 回头就叫杀手一枪毙了他 李律师彻底慌了 表示自己还有备份 可杀手哪管这么多 微笑着举枪扣动了扳机 老金的求生欲很强 他悄悄取下胳膊上的针头 试图撬开手上的手铐 安市长对老金最为痛恨 决定亲自出手将他了结 杀手一言不发将枪口对准市长 安市长接过手枪走到老金身前 就在他准备扣动扳机时 忽然转身朝着杀手连开竖枪 这样一来他就能省下五亿元的尾款了 市长意气风发地提翻老金 接下来就该跟他好好算账了 却不想老金借着落地的姿势 不知不觉撬开了手铐 市长此时并未察觉 他只顾着逼迫秘书射死老金 忽然身后传来枪响 原来微笑杀手并没有断气 看到秘书倒在血泊中 安市长吓得全身哆嗦 好在这时候老金突然抱起 使间浑身解数和杀手缠斗在一起 安市长连滚带爬地逃出大厅 丝毫顾不上正在搏命的两人 老金集中生智 将杀手跟自己靠在一起 拉不开身形 后者的格斗技巧完全无法发挥 老金凭着一身蛮力率先捡到手枪 再次将杀手势倒在地 他还想补枪可惜子弹耗尽了 不得不说老金是真的命打 短短几天内数次跟死神擦肩而过 如今的他即便身体虚脱 但还是凭借惊人的毅力 硬是将车开到了一个哨所前 他又一次神奇的获救了 而此时的仲值接到组长的电话 有居民举报听到了枪声 于是他连忙转头跑过去查看 刚好遇到狼狈不堪的安市长 而之前被射倒的微笑杀手 也消失不见了 以上就是无路可走的第六集内容 这部剧最大的看点之一就是许光汉了 好不容易盼到他出场 也算是风光了一整集 他身中好几枪而不死 应该是穿了防弹衣 最后的镜头也说明他确实还活着 只不过看这架势 应该后面的戏份不多了 下周将迎来本季的大结局 轮盘赌的真相也该浮出水面了 这种设定其实也是编剧添加的血头而已 整部剧要讲的并不是轮盘赌 而是带着黑色幽默的利益争斗 所有矛盾点都集中在警方 去保护一位实恶不赦的杀人犯 那些想要杀死他的人 反而成为值得同情的弱势群体 这算是整部剧最讽刺的地方了 而更让人啼笑皆非的是 杀人犯老金似乎才是整部戏的主角 从头到尾犹如打不死的小强 面对数次绝境都能逢凶化吉 妥妥的主角光环加深 而这部剧仍然沿用了韩剧的一贯作风 凡是身居高位的似乎没有一个好人 警察局长成天就知道娱乐锻炼 直到上层领导介入 这才摆出尽职尽责的模样 堂堂市长更是让人哭笑不得 为了支持率 简直是无所不用其极 当众下跪就罢了 在对话中还透露过 他曾经在柏油路上打过滚 媒体前一副面孔 背地里又是另一副面孔 而处于经营阶层的律师 则是唯利是图的墙头草 要说整个社会阶层权力最大的 还是那些高高在上的财阀们 会长竟然敢当众对市长拳脚相加 其权势地位可见一般 可以说这些精彩嘴脸 也只有在韩剧里才能一次性看个够 好了今天就到这里吧 喜欢的朋友还请持续关注 咱们下期再见